可以按照间接跟物质物理性质来分辨 那甲乙丙丁是四种物质的物理原理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附属条件 甲为双原子分子 而且为水成分中的一个元素 所以甲的地方就有可能是氢或者是氧 那有这个条件的话 再来看下面其他的 那其中A选项可以先判断 不管是氢或氧都是供价分子 A是对的 A是对的 B的地方在25度C是固体 它的废点很高 高到3000多 高到3000多的废点 但是溶点还是不算太高 有点高但是不会太高 这个很特殊的一个落差 那固体的时候不导电 水容易可以导电 它会溶于水而且可以导电 那原则上我们判断的时候 是判断乙的地方 应该会有水容易可以导电 固体不导电 这边判断的时候 应该是离子 但它应该算蛮特别的一个离子 溶点才会在100多的这个条件 那病的地方 那25度C是固体 那溶点跟废点都很高 那固体的时候可以导电 固体可以导电 这个可以直接判定它是金属 所以C选项是对的 再来丁的地方 25度C是液体 那废点跟溶点是各位熟悉的 0度跟100度 所以丁可以断定它是水 出来的是供价件的分子 所以第四个 丁为供价分子的H2O 正确 第五个选项 乙跟丙都有延展性 离子化合物没有延展性 所以这一题选择AC珠